有沒有這個地方出來的數字沒有錯誤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直接把20年全部一氣呵成 那這裡的話一氣呵成 稍微把它縮小一點這樣做會比較清楚一點點 但是你會發現我向下滾 怎麼上面的這個部分 又滾下來看不到對不對 所以順便教各位一個方法 如果大型試算表假如說呢 你今天要讓它凍結窗戈 所謂凍結窗戈就是說呢 上面的部分無論怎麼滾 它都一定要出來 這個地方無論要怎麼滾都要出現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一個 表格的地方畫一個 十字 十字的 十字的這個 右下的這個儲存格 就是你要放的位置 你就把優標放在 這個十字的右下這個儲存格之後 找到那個凍結窗戈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用過 凍結窗戈在檢視裡面有個所謂的凍結窗戈 那你優標特別注意喔 就在十字的右下喔 你不能放錯喔 然後呢找到什麼 凍結窗戈窗戈一下 它會出現什麼呢 它問你說你要凍結哪個部分 你就選擇凍結窗戈這個選項 OK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我把凍結窗戈點下去之後呢 我接下來往下捲 你會發現有沒有 上面是不是還在對不對 往下無論怎麼捲上面都在 往右有沒有 無論怎麼捲 右邊都在 不 跟現在左邊都在 好 這個就是凍結窗戈的技巧 那記得就是說呢 這個十字的部分呢 就是說你要凍結的這個 你先畫一個十字 它的右下這個就是你將來要放的這個儲存的位置 你再去凍結窗戈就OK 好 那我們這地方喔 把這地方先向下填滿 然後二十年的話呢 那我先把這個縮放喔 比例右下的這樣把它再縮小一點點 然後凍結窗戈也做了對不對 接下來的話向右把它一拉 放開 全部都做完畢了 好 所以你特別注意一下就是說 基本上這裡我們做了幾個技巧 第一個就是說呢 如何運用鎖籃不鎖列 鎖列不鎖籃的技巧 鎖籃 比如說因為A籃一定要鎖 因為這標題在A籃 然後上面的列是在三列 所以A籃跟三列是我要鎖 然後我就鎖籃鎖列 OK 然後向下向右 但是向下向右的話呢 又會牽涉到我們標題 有時候要拖拉 比較看不到標題 那你可以用凍結窗戈的方式來做 配合呢 右下角這個放大縮小有沒有 放大縮小 那做完畢之後你就可以把它放大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這個公式的練習 公式練習 那練習完之後呢 各位也可以再順便練習說 九九層發表 就是說呢 一樣的方式 你可以怎麼樣呢 一到九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呢 一到九 上面呢 也是一到九 一一的話按下 你就按Ctrl鍵 往下到九 那我希望呢 一一得一 跟一上面到下面 一二得二 往下 最後做出來的話呢 就是一個九層發表放在這裡 那中間的話是一個乘 乘你用X代替 那要怎麼做 其實基本上 這個部分 的觀念跟剛剛那個 鎖籃 鎖列 是一樣的 也就是你會發現 列在哪一列呢 在一列 籃在哪一籃呢 在A籃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 用什麼方式 可以讓他自動幫你把九層發表 產生出來 這個如果你觀念通的話 以後無論 再大型的試算表 你以後很輕鬆 向下向右 一下就完成了 多好 OK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喔